我們等一下做好,就像這樣一整塊 因為我們現在在等嘛,那我們就先做一個示範 後來我們等一下來試吃一下,好不好 我等一下有兩個 等一下做兩個,一個是煎培胡麻的鮮蝦 另外一個是剝皮辣椒皮蛋 來,這個是煎培胡麻醬,我們用的是日式 對,對,對 好,就好,好! 好,好! 師傅,那個鹽乳是什麼啊? 鹽乳就是用鹽水去蒸發上面的那一層 然後做 做豆腐大概有幾種東西 一個是鹽乳,一個是收屍膏 好 好,所以我們這只有純鹽乳而已 純鹽乳 鹽乳的成分比較高,但是它做出來的風味又特別好吃 東西要煎丟的,一個是豆漿,一個是鹽乳 師傅現在把鹽乳放進去了 然後只要沖下去,它等一下會變成豆腐腦 稍等一下 現在豆腐慢慢有點凌結的狀態下有沒有 沒有,好 然後這個鹽乳啊 這是 8公克的鹽乳 然後是4克的粉加4克的水在裡面 豆漿是800克 這個要先倒下去 然後下去沖 要稍微攪拌一下 一定要8對800克 這個是黃金比例 非常好的比例,等一下你們吃就知道了 然後讓它靜置,不要一直去攪拌它 因為它會 空隙會被打進去 那做出來豆腐就不炸死 我也有一個東西 那我們等它的時間,我們就得來用 抹具 我們沙網放在正中間 放在正中間,然後 兩個食指跟中指 朝腳腳,往下壓 讓它 讓它變平 現在做出來的豆腐,它的表面才會平 要不然都會很多醜 好 那 就請你們 先去做這些動作 那我們這個已經幫你們沖好了 那就稍微靜止讓它停一下 好 慢慢咬 從邊邊的角角慢慢倒進去 四個角都可以倒 好 從四個,從邊邊角角倒進去 因為如果直接沖的話 它如果裡面原本就有 豆腐腦的話 它會被你沖破掉 然後把它 加滿 正前度 還沒還沒 然後稍微拉一下 稍微拉一下 對 稍微拉一下 好,我可以給你們用 好 從四個角角下 好 那我把它用到全滿是嗎 這個全部都要加進去 全部都加進去 像這樣子 它是跟 戲劇師平行的 對 它是跟戲劇師平行的 那我們就是 給它對摺 把四邊平行都對摺起來 好 這個盡量把它摺小一點 它我們等下模具蓋上去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說卡到模具 好 然後我們的蓋子就是 輕輕蓋下去 然後輕壓 因為它 還有溫度 它還沒有凝固 那你太陽力又壓 我們下面有洞 就會把豆腐 鬧 一起流掉 喔 對 就是輕壓 當然慢慢壓 壓到最後 我們的蓋子會跟我們的模具層平行 就稍微再等它降微一點 它的內心凝固一下 就可以了 對 我們在壓的時候 四隻手指頭壓著四邊 輕輕的往下壓 它這邊就會出 出水害 其他的孔洞都會開始慢慢的出水 好 如果壓得越緊的話 等一下脫模的時候 越容易 表面比較不漂亮 因為都會纏在布上面 所以你就是 是 緩慢的壓下去 對 慢慢的壓就好 不用出太多力 沒關係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那 各位先回去操作 你們可以摸看看中間 它已經 定型了 有點硬了 對 它頂心嗎 然後 拉起來 輕輕的拉起來 往旁邊抖一下 它就會下來了 喔 對 哇 就是慢慢的把它的沙網 拆開 慢慢的拆 要不然因為它還是 有點軟 對還是有點軟 因為這個動作會比較危險 那如果沒做好的話 可能你們的豆腐就爛掉了 對啦 這個動作我會幫你們做 好 到這樣子之後 讓你們慢慢的 從一個腳 先掀起來一點 對 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 脫落了 對 再把它輕輕的拉 輕輕的拉 輕輕的拉 拉 拉 我們等一下做好 就像這樣 對對對 就像這樣一整塊 因為我們現在在等嘛 那我們就先 就先做一個示範 後來 我們等一下來 試吃一下 好不好 我等一下有兩個 一個是煎培胡麻的鮮蝦 還有另外一個是剝皮辣椒皮蛋 一個是煎培胡麻的鮮蝦 就是這樣放進去 就可以拿 就可以拿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這個 這個是煎培胡麻醬 我們是用的是日式 做些菜式 煎炭 煎蛋 煎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